在一起了是吗 干完活就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啊 你叫他几次妈他都不远嫁啊 那叫奶奶行不行 叫奶奶就远嫁了是吗 那个那个阿妹 就是你啊要找一个阿哥 给人家干三年活 那这三年完了之后呢 你就给人家就就给人家结婚是吗 那那你要人家多少彩礼吗 要多少彩礼 不要彩礼啊 不要彩礼 哦就是就是 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阿哥来您家上门 您是不要彩礼的 那你要不要给人家彩礼啊 也不用啊 哦就是说呢也不用给钱了 不用给钱了 直播间的哥哥姐妹啊 这个是云南的西双版纳 这里是紧挨着边境线 紧挨着老窝了 他们这里的这个阿妹啊 找阿哥呢他不用要彩礼 不用要彩礼 那你们愿不愿意来呀 啊只需要在他们家里干三年活 然后呢就可以两个人在一起了 啊能不能想不想来的 想来的扣个一 啊不想来的扣个二 那阿妹那个干三年活的话 也有没有发工资啊给 给啊 哦给发工资啊 那发工资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 25块 不是我说一个月的工资 25元啊 25块钱啊 不是阿妹 这这你这25块钱是给的零花钱还是工资啊 你这你这25块钱一天都不到一块钱 那谁家的劳动力那么便宜啊 嗯 那个工资啊 工资啊 我得妈呀阿妹啊 你啊 你也长得挺漂亮的 也挺善良的 也挺热情的 那就是就是有点抠门啊 你这给25块钱 人家谁够花的呀 那那那一天一天不到一块钱 那那谁够花的呀 那一个月才25块钱啊 那那肯定不够花的呀 够了呀 够了 那人家想买个鸡买个鸭 想想想改善改善生活 人家都没钱去买的 家里面都有呀 不用买 哦你家里都有啊 哦不用花钱啊 我的妈呀 直播间的哥哥姐们啊 这个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啊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一个月才给25块钱 那那个就是在你家干这三年活 就每天的跟你一起出一起回是吗 哦 去山上干活 哦 三年以后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那这三年的时间 呃 假如说呢 您看 两个人呢 慢慢的相处的时间长了 假如说我来你家给你上门 我来你家给你上门 那时间长了呢 你说我们呢 一起上山 那可不可以手牵着手一起去啊 可以啊 那到了山上 你累了 我能不能给你垂垂背揉揉肩呀 也可以哈 那你能不能给我垂垂背揉揉肩呀 也可以 也可以哈 哦 那那那还想再进一步 那个 就能不能这样 你看我们那边的年轻的 年轻的这个这个 呃 男孩女孩呢 他们的都什么呢 吃个啊 吃个浪漫的呃 这个这个呃 午餐呀 然后呢 看个电影啊 然后呢 还会干嘛呀 还会这样 啊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你怎么不可以呢 那个就是年轻人不都是这样吗 不行吗 不行 因为还没有结婚 不是 就就在山上不被人家看到就行了 也不行啊 我就必须得是三年以后才可以是吧 那往下就更不能行了 哎呦 直播间的哥姐们啊 直播间的哥姐们啊 前面的这个阿妹呢 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呢 你要忍三年的时间 你要忍三年的时间 你们能不能忍得了 反正是我够呛 你们能忍得了的扣个一 不能忍得了的扣个二啊 呃 阿妹 你你你说是真的要三年以后才能够 那个就是更进一步啊 真的呀 三年以后 那行吧 呃 有没有能忍得了的呀 能忍得了的你们扣个一 然后呢 我呢 问问这个阿妹啊 阿妹 那个就是 就是您呢 今年的22岁是吧 呃 那你想找个多大的阿哥 54岁 多大多大的 50多岁 啊 不是阿妹 你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阿妹这是几啊 这是一啊 这是一啊 这是几啊 一二 这不都挺了解的吗 你这一和二都挺了解的 那那那你怎么要找一个这么大的阿哥呀 你你你你你这这不是找阿哥 你这是找阿爸呀 你我说的是给你找个阿哥 一起过日子共度余生的啊 不是找一个给你家干活的那种 阿爸说了 大一点会疼人 大一点会疼人 哎呀 这是什么谬论呀 大那大那么多的话 那两个人都没有共同语言 都没有那个那个 都没有那个那个 就是共同话题的 那那能幸福吗 我姐姐就很幸福 你姐姐就很幸福 那我听您的意思就是 你姐姐和姐夫年龄 他就挺大呗 年龄挺大 那你姐姐多 姐姐不是26岁吗 那姐夫多大了呀 54啊 不是 你姐夫多大了 54 我的妈呀 不是 我是问你姐夫的年龄 不是问你阿爸的年龄 姐夫的年龄 54啊 你姐夫54啊 你姐姐26 你知道他们两个差多大年龄吗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能不能把阿妹呢 算出来 他姐姐和姐夫呢 差多大年龄啊 那那个他俩还挺幸福啊 挺幸福啊 两个人过得还挺欢快 我的妈呀 一会你姐姐姐夫回来吗 回来呀 一会姐姐姐夫也回来是吧 那姐姐姐夫回来 能不能给我们认识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主要的是想采访采访你姐夫 问问他呢 起到这么一个小娇气呢 他开不开心 高不高兴 习不习惯 行不行阿妹 行啊 可以啊 你姐夫是东北的是吧 哎呦 直播间的哥姐们啊 你们想不想看看54岁的姐夫 还有26岁的阿姐啊 想看一看呢 你们扣个6啊 给主播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啊 那今天呢 就去阿妹家里的去看一看啊 去阿妹家里看一看 那阿妹 那个你姐姐姐夫 也是跟你们一起住吗 对 也跟你们一起住啊 然后那个 你家人呢 一会儿就回来吃饭了 你负责做饭 哦 那我听说 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对 哦 你还有个妹妹啊 妹妹也去山上干活了吗 没有 妹妹去镇上跳舞了 妹妹去镇上跳舞了 嗯 不是 哦 都说你们歹足的姑娘呢 能歌善舞的哈 都说你们歹足姑娘能歌善舞的 那个那个 我看你呢 长得也挺漂亮的 哎呀 身材也挺好的 你怎么没去 你怎么没去跳舞啊 阿妹 因为我妹妹比我更会跳舞 要被 从里面代表去镇上跳舞 你妹妹比你还漂亮啊 啊 妹妹比你还漂亮 那您在我眼里呢 都算美女了 那你妹妹比你还漂亮 那不得是仙女下凡呀 妹妹更漂亮 妹妹更漂亮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 你们想不想见见妹妹 哎 妹妹一会儿回来吃饭吗 回来 哦 一会儿也回来哈 那一会儿妹妹回来之后呢 能不能跟我们 就是跟你站在一块认识一下 可以啊 可以哈 那那个 能不能给我们跳一段 你们这里的这个叫什么舞来着 那个 那个很著名的 这样呢 对对对 孔雀舞行不行阿妹 可以啊 太好了太好了啊 直播间的哥哥姐妹 我想问一下你们啊 你们想不想看 想不想认识一下 阿妹多大了呀 阿妹 二十岁 哦 你妹妹二十岁 那她有没有找阿哥呀 她她她她有没有找阿哥 啊 没有 还没有呢 哦 她是不是也像你一样 像你姐姐一样 也要找一个上门的阿哥 不是 她可以外嫁 她可以外嫁 为为为为啥呀 不是不是 你不是说你们这里的这个姑娘呢 那都都必须得是在自己家里吗 妈 我跟我阿姐在家里呀 哦 你和你阿姐在家 然后呢 你就可以 你你妹妹就可以外嫁什么 嗯 那太好了 太好了 直播间哥哥姐妹啊 她妹妹一会就回来了 那您家快到了没有阿妹 我家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啊 走吧走吧 去您家里啊 去哥哥姐妹啊 咱们去她家里行不行啊 呃 所有的直播间的哥哥姐妹 你们给主播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啊 你们给主播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 你们家这个路怎么那么难走啊 阿妹啊 小心一点 哦 哎呦 那么难走啊 直播间的哥姐妹 咱们马上到她家里了 阿妹 你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姐夫都没在家呀 没有 都没在家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们等一下就回来了 等一会就回来了 那那阿妹啊 那要不等你阿爸阿妈回来之后 我再去吧 别到时候呢 那个 别别到时候呢 那个那个就是产生误会 对你影响不好 你这不还没找阿哥了吗 没事的 没事啊 我真的能去啊 真的啊 哦 哦 那个要不 要不要不 我我进去能安全吗 能安全啊 能安全啊 哦 也能就安全的出来啊 可以啊 那要不等到你阿爸阿妈来了 我再去吧 你这 这你自己啊 你自己啊 没事的 哎呦呦呦 阿妹你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热情了呀 你不用拉我 我你不用拉我 我自己走就行了 我自己走就行了 哎呦 行行行 阿妹阿妹 你稍等一下 我跟我的朋友聊聊天啊 直播间的哥姐妹 这个阿妹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热情了呀 他是不是 哎呦 他是不是这个对我有意思呀 是不是让我留在这里 给他当那个上门的阿哥呀 但是他找个五十岁的 我也没有五十岁呀 这咋办呀 咱到底 行阿妹 我去啊 我去 哎呦 阿妹你们家怎么那么喜庆啊 因为我阿姐刚结婚 哦 刚结婚呀 哦 刚结婚啊 我说怎么还挂着气球呢 还挂着 哎呦 今天是不是有点阴天呀 怎么那么暗呀 你们家有没有灯啊 有灯啊 您能不能把灯打开啊 可以 哦 那个把灯打开 把灯打开啊 呃 看中你了 怎么给他做老公 哎呦 还贴着春联来 那么喜庆的 那么喜庆的啊 我的妈呀 这怎么那么多水果呀 这是我家自己种的 自己家种的呀 这是这是火龙果是吗 哦 自己家种的 发个位置我去啊 给主播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嘛 那你姐姐姐夫结婚 是不是就在这里结的婚呀 对呀 哦 我说怎么那么喜庆啊 还贴着红喜字的 这是你姐姐姐夫的婚房啊 哦 你姐姐姐夫的婚房 我的妈呀 这个婚房怎么那么独特呀 都说你们歹族的婚礼 跟我们汉族的不太一样 真的假的呀 真的 真的不太一样啊 那那个 阿妹呀 我能不能看看你姐姐的这个婚房啊 我也想沾沾喜气 看一看你们歹族的这种 独特的婚房 直播间的各位姐妹 我想问一下你们啊 你们有没有想去的呀 想去看婚房的 你们扣个衣 想看婚房的 你们扣个衣 能不能进去看一看阿妹 不行 为啥呀 不能进吗 不能进 就是我们歹族的习俗 歹族的习俗 就是这个婚房 不能随随便便进是吗 对 那不能随随便进 那怎么样 在不破坏你们习俗的时候呢 能看一眼吗 就是不破坏你们的习俗 也不行 也不行啊 阿姐会骂我 也会骂你啊 那这样行不行阿妹 就你开个小门缝 我们通过门缝 往里面看一看 行不行 可以 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啊 行行行 各位姐妹 你们想不想看婚房 想看的扣个衣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阿妹呢 开一下这个门 我们呢 赶紧看一眼啊 别等他姐夫姐姐来了之后呢 再骂他啊 你开吧 我准备好了阿妹啊 行行行行 哎呦 这一眼有点太快了吧 这一眼连一秒钟都没有啊 就光看到了个红床 带红被子 等一下我阿姐要骂我了 等一下你阿姐来了 那一会儿你姐姐姐夫来了 我能不能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看一看这个婚房啊 你可以问他们 哦 你可以问他们啊 太好了 直播剑哥 你们啊 等一会儿呢 他姐姐姐夫来了 咱们再问嘛 咱们再问啊 那阿妹 你们住哪里啊 你们住那里啊 哦 这就是你们住的房子呀 你 哦 就是姐姐姐夫住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是你 阿妹 还有爸爸妈妈住的房子 是吗 那进去看一下行不行啊 可以啊 哦 可以啊 哦 哦 对啊 你们这边呢 有点暗啊 呦 这就是你家 不对啊 那你家怎么连个 连个门都没有 哪有哪有 哪有这个这个房间呀 你是怎么住啊 不是 人家呢 这床单就是门呀 我的妈 我以为你们家 我还以为家 我还以为你们家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床单洗了呢 哦 一个床单就是一个门 哦 你阿爸阿妈住哪个房间 住最大的这个 哦 住这个房间 这是你阿爸阿妈住的 哦 那你住哪一个 你猜一下 又让我猜呀 猜了 你大公鸡吃 哦 我猜对了 你给我杀大公鸡吃啊 哎呦 直播间的哥哥姐们 今天中午呢 咱不仅有饭吃了 这大公鸡呢 也可能吃到了 你们想不想吃大公鸡 是你们自己家 养的那个大公鸡是吗 哎呦 太好了啊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这里呢 就这两间房 一个是你住的 一个是妹妹住的是吗 哦 这个一号呢 是绿色的一号 红色的是二号 绿色的是一号 红色的是二号 你们猜一猜 这个阿妹呢 他住哪间房 如果猜对了 今天中午呢 咱就有大公鸡吃了 如果你猜对了 直播间的哥姐们 今天中午的这大公鸡呢 我高定的 得给你留个大鸡腿 你们猜一猜 这个阿妹呢 他到底住哪一个 一号是绿色 二号是红色 你们猜一猜 阿妹啊 我看你啊 长得那么漂亮 哎呀 能眉大眼的 小脸粉扑粉扑的 那你是不是住那个 哎呦 直播间哥姐们 这这咋猜呀 你们有没有来过 西双玛纳的呀 我也没来过西双玛纳 我也不知道 他们这边呢 这个住这个房间的 有什么习俗 挂什么样的帘子 住什么的习俗 我也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知道的 住绿色房 打二号的 二号是红色呀 那我就我就这个 这个听从那个 直播间里的 大多数的意见吧 你是不是住 红色的这个房间 是的 是真的是啊 真的是啊 那你得给我 杀大个意思啊 哎呦 直播间的哥姐们 太好了啊 咱们猜中了啊 那我进去看看 不行不行 不行 不是不是 我在门口看一下 我先开 不行啊 不能忘记我们的房间 我就看一眼 一眼也不行 一眼也不行啊 不让看是吗 哎呦 直播间的哥姐们 这个阿妹呢 她不让看呀 是红色的 给红包 对对对 给个红包 一会儿呢 咱们给个红包就行了啊 还有 那个这个就是妹妹住的 是吗 哎呦 妹妹怎么住个绿色的呀 妹妹怎么也不能弄个红色的呀 喜欢绿色啊 那我看看妹妹的房 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 不是 我就看一眼 也不让看呀 行吧行吧 直播间的哥姐们啊 这个阿妹呢 她不让咱们看 不让咱们看呢 咱们呢 也别强求她了啊 也别强求她了 阿妹你们家有没有水啊 我想喝口水啊 哎呦 这个太渴了 太渴了啊 喝口水啊 喝口水 哎呀 我坐一下 我坐一下 你们 倒杯水喝吧 吃点水果 吃点水果 这个火龙果 这个火龙果能吃吗 哎呦 你们家这火龙果 怎么那么大呀 阿妹 你们家 你们家这火龙果 怎么那么大呀 你看 就是这样 我尝一尝 甜不甜呀 阿妹 甜不甜 甜啊 太好了 直播间哥 你们啊 咱们今天呢 不仅有饭吃了 还有大公鸡吃了 不仅有大公鸡吃了 还有什么呀 还有火龙果吃啊 这火龙果 怎么那么甜呀 这火龙果 在你们自己家种的呀 我们家自己种 我的妈 你们自己家种的 这火龙果真的是 哎呦 我的妈呀 这还是红芯的呢 那你们这火龙果 应该很贵吧 这红芯的 不贵 不贵 一块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 不是你们家这火龙果 一块钱一斤 对呀 就这大火龙果 你看哥姐妹 一块钱一斤 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啊 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 阿妹 你们这 这为什么那么便宜 是不是因为你们这个 大山里路不好走 人家都不愿来收啊 老板会来收 老板会来收啊 嗯 太甜了 阿妹 你这样行不行 怎么 你们家还有没有多的火龙果 弟弟 有的 有啊 一会呢 你能不能去给我摘十个火龙果 我呢 特别喜欢吃火龙果 您呢 那个就是卖给我一点 嗯 这样 我也不给你按一块钱一斤了 我不给你按一块钱一斤了 给按多少钱呢 嗯 十块钱一个 十块钱一个 一会儿呢 你帮我去摘 太多了 不多不多 没事啊 阿妹你们平常的时候呢 就收入就 就 就除了种水果 还有别的收入吗 有啊 踩山货呀 踩山货 哦 你阿爸阿妈现在还得山货 踩山货呢 是吗 嗯 哎呀 这火龙果真甜 踩什么山货呀 踩那个 哦 什么山货都有啊 对啊 我看你这 这是啥 这是 这是 这是啥呀 山药 这山药 这这